大家好,我是Aaron,你们的温哥华地产经纪 刚刚出了一条影片就是说 一开盘就会被抢购一空的Town House Project 还说是新屋的价钱比二手楼更便宜 每一个人打电话来 我想看里面,我想看Foreplan,给资料 Aaron吹到我气都咳 今天终于我是第一个 我答应你们我是第一个 全大湾地区第一个进来拍片 现在我在所谓的地理位置 就是在Bercutnam Skychain Station 即是在Safeway Safeway那里 其实从这里走过Town House Project 只需要三分钟 其实我看都看到,需要三分钟 现在事不宜迟,马上去看看Showroom 你应该看到这个装修很特别 因为是真真正的第一批 所以有些东西还未很完善 但请你原谅我 因为我想给你们first hand information 我们来看Town House 当然是看看Layout 看看厨房如何 不错 今次先看地理位置 这个地理位置是非常有卖点的 我们现在的楼盘就是在这个位置 刚才我和你们开头打招呼 就是在这里 这里 Skychain那里 所以走路了 3至5分钟 大家留意 如果在Skychain附近有什么好 生活配套已经很完善了 餐厅 Saveway 还有全新的YMCA 年费大概是1000元左右 有泳池 GIMA还是全新落成的东西 所以是1000元年费 这里 Town House的位置 你看到Regan和Grover 两条都是内街 很难得有Skychain附近 但其实你四周也很安静 现在Regan和Grover Grover那里都是以 独立屋为主 所以其实就是 密度是很低的 密度很低 这里是一共 只有50个单位 其实Town House 我都会选择有什么 比较好的Layout 介绍给你们 但这个是小鱼的Project 每一个Layout 都有它的卖点 一房 为什么我喜欢Stack Town Home Stack Town Home 就是楼下是一房的单位 楼上 在后面上去 就是一个三房的单位 两层 一房那里 480尺至500尺左右 一般一房来说 就是小小的面积 它现在是南北通透 因为它是Stack的 所以前后都有窗 彩光会好 而且很少有Town House的感觉 是南北通透 还要 所有一楼那些 是带了一个 自己的前院 有个花圆 我不是说它们设备很人性化 这里就是一房的入口 那楼上的单位 如何进入呢 走来后面 所以永远都不会共用一个出入口 这个就是上去三房 三房大概1200多尺 一个房在主层那里 Living Room 厨房 另外上一层 两个套房 两个套房 再上一层 有大概300多尺 就是前一层的 Pirate的Rooftop Deck 空中花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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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你卖的时候 记得非常重要 我看过很多很多很多的Town House Town Home 如果是有一个Rooftop Deck 永远都是卖得更加好 和卖得更加快 因为大家想到 哇 这个是一个很有Privacy的feature 还有记得 这里所有的Area 无论它多大也好 都是送给你的 因为它是不计算在管理法里面的 所以很重要 那这里呢 这两边呢 都是那些叫Stack Town Home 中间都是 中间是比较Square 比较Square 比较Square OK 大概都是1200多尺的设计 那你说 有时候我不想Stack 我不想和别人联合在一起 可以吗 是可以的 但我和你解释一下 这个呢 连在一起的人 大家是怕什么呢 就怕可能Privacy 怕隔音的问题 这个我稍后再跟你说 这个呢 这个呢 就是一个叫Non-Stack Town Home 这一排 就是前后这样背靠背的 前面 一二三楼 都是自己的 这个呢 一二三楼都是自己的 最大的单位呢 1400多尺 你估计多少钱 120万以下 120万以下 那好了 说到这里的话呢 我和大家说一下 究竟这个Town House Project 大家的卖点在哪里 他们这个呢 叫做 叫做 叫做Noise Cancellation 一般我们可能 买的那些叫 木结构那些呢 我们最担心就是 隔音问题 其实隔音呢 不是看它木结构 或者是一个叫 concrete水泥结构 看它做了些什么 去做一个叫做Sound Proof 首先 我们因为有些前后的单位 我们很难避免和旁边的单位 一个叫做Cummon Wall Cummon Wall 如何去隔音呢 正常呢 两个Drywall 中间有一些叫做Wood Stud 就是打钉的地方 通常都是2x4的 2x4之外 它们现在不是黏着的 中间呢 2x4 2x4中间呢 会流一一寸的叫Air Space 那你知道啦 无论是什么 传热也好 传声也好 是需要一个媒体的 一个medium 那现在它们不隔开的话 sorry 不是黏在一起的话 那声音就传不在一起 这个去做到 叫做Noise Cancellation 的效果 那好了 层与层之间 我跟大家解释过 很多大的发展商 有良心物发展商 每一层之间 它们是有一个 Light Concrete Light Way Concrete 它都有 但我们的Building Code 是1.5寸的 而它这里是做到2寸 不特止 2寸之外 还放了一个 叫High Density Insulation 这个是那些衡量 用10寸的衡量 另外 再做多两块的Layers 也是用来隔音的 所以你听到这个隔音的效果 可能基本上 比High Rise更加好 这个就是我想说 有没有心去建设 这些是我们很关注的 一个发展商有没有良心 我们很多时候 就看一些细微的东西 有些是肉眼看不到的东西才重要 其实我一点都不奇怪 因为这个发展商 它们本身有30年的建筑经验 本身自己都是一个contractor 它们去建设很多的project 我其实在Richmond 有见过 温室也见过 都是相当相当的好质量 你想想 看不到的东西都比你这么好 如果肉眼能看得到的话 一定不会差 现在去看 这个project 这个地理位置这么正 当然它里面的东西 不会令你失望 还有它们找一个 AK Architecture 去做东西 画图的东西 我觉得是很正的 设计很正 接着它们用的东西 都是用到最好的差不多 Apartment High Rise 有时候可以理解 因为它们的成本在这里 但Town House 一块地是只有几十间屋 如果它们肯定放本 没有多少个发展商肯定做 一般来说 在两个地方 浴室和厨房 我们先讲厨房 你会见到厨房 比一般的Town House 为阔的 现在很多都会做一个 可能可以摆椅子的地方 可以吃早餐 你一摸下去 这个就是大家最常见的 Cross Cross是人造石 而你摸下去 这个是一个叫磨砂面 很多时候我们摆一些东西 很多时候水印不好看的 例如有油的地方 手指一摸下去 全部都是手指纹的 这个就避免了这个情况 还有一个最大的卖点 就是它不会过时的 这个颜色 这个材料是不会过时的 另外在Town House 很少看到的就是 就是这一类型的 叫做Panel Fridge 就是说已经有木板在上面 通常Apartment很流行做 也说成本可以计得到 如果Town House 你看到这样 是一个很等本的一件事 一打开 这个冰箱 你会见到 Fulger Milano Fulger Milano 是一个意大利的品牌 意大利很出名的品牌 所以你看到这些东西都很漂亮 而它不仅是冰箱 它不仅是冰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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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有比如炉头 那个抽油烟机 洗碗机 全部都是用Fulger Milano OK 记住 有些很多时候 发展商为了自省成本 用过那些炉头 我们就叫做Slide-in 就是整个座式的那些 那些是特别便宜的 那些大概可能欠了 两千多元 如果肯用Coke Top 再分开一个 这样叫做 内陷式的一个焗炉 整个的吸数是不同的 那这个呢 如果我们在三房那些 就有五个的炉头 但如果在一房那些 就是四个炉头 四个炉头 OK 那这个呢 大家可以看到 这个颜色 是一个深色 配一个木色 我会在讲Color Scheme 和大家讲一下 是现在它们的一个比较 特别的设计 因为一般来讲 一是浅色 一是全部深色 但这个配搭 既不会过时 既不会觉得颜色太重的话 也显到那个 那个档次 那说到了 有没有class的话 厨房是否漂亮 豪不豪华呢 看这里 看这里 这里呢 两个都是用Quartz 这个叫Back Splash 看看它是否一块过 中间有没有缝 这个没有的 无缝下接的 除了呢 刚才我说了 有high class之外 就很好清理 你想想 我们真是用来煮饭的时候 那些油烟那里 一抹就是了 这个也很方便 在这里 例如吃早餐的 有些Matic都放下去的 一抹就是了 完全没有缝 这个很重要 那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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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厨房呢 洗手间 这个是一个主人房的洗手间的layout 所有的master bedroom都有double sink 不是每一个主人房的洗手间都有bath tub 但全部都有两个 sink 而且如果 如果 刚才我问了他 如果是一些early bird 就是我们这些 第一批进来的 可以做到 送到一个叫做地热 价值2000元的地热 叫new floor heat 它们这些是地砖 地砖下面还有地热 那你会很舒服 特别是我们温哥华天气冷的时间比较长的话 过来这边呢 就有三个颜色可以选 这个就是木色 这个就是浅色 可能一房呢 会比较适合用一个浅色的系列 显得空间大些 那如果有三房的 譬如townhouse的话 我相信我们 我会推荐这个 就是一个深色的厨柜 配一个 可能木色的一个 一个电器的panel 去做一个对比 如果你全部只是深色的话 又太重了 也很容易显得骚髒 如果这样看 我觉得会有个class 而且显得空间感会比较大的 这就是他们三个的色系 你们看到的 没有名字的 没有标签的 因为今天呢 我们是第一个 进来拍视频的人 也是第一个进来看这个showroom的人 所以现在暂时什么都没有 想过来 这个其实是 就是参照他们三房的一个 一个layout的设计 是那只plan A plan A的三房 即是楼上的stacktownhome 你们一进来 有没有发现一件很明显的东西 那个阔度 那个深度 一般我们看到很多 例如stacktownhome 那个阔度 是去12尺 最多我见过 13尺那么阔 这个是去过14尺 也是实际的那个阔度 那当然坐下坐得很舒服 那又不是完全没有缺点的 缺点的就是 你可能要买一部大一点的电视机 要不然就是看不清楚 说到缺点呢 刚才我看厨房的时候 大家都有提到一件事 搞错啊 厨房是常常有水的东西 有油的地方 你用木地板 又说发展商是很细心 很人性化的 我们这个呢 不是一般的地板 我们地板有分 Laminated Hardwood Flooring Vinyl 而最高级的就叫做SPC 这个是一个防水的地板 其实其实那个质感 我觉得更加像一个地砖 不过软一点 也是没有缺的中间 没有缺的 所以变成下去 完全是防水的 是一个waterproof的物质 所以这是一个很大的卖点 你变成这样 不用说厨房有整个地砖 厅有整个木地板 现在一看过的话 你会显得更加大 更大的空间 所以刚才我说了 说了那个地理位置 说了那个设计 那个这么有人性化的设计 这么肯扔本的一个装修 那大家觉得 喂 价钱一定很贵 还要是价钱 比二手楼还要便宜 我不知道去哪里去找这些project 记住 这件事是价钱比二手楼便宜 还有第二个最重要的是什么呢 我们周围的townhouse的供应量很少 我们经常买些什么都好 讲那个叫scarsity 气缺性 只要有气缺性的东西 那些价钱就会上去 所以这一个只有50个单位 我觉得我们一定要尽快来看 再提一次 4月19号星期三 晚上7点至8点 我们有一个独家的private event 就是留了一个位给你们 去第一个去简单位 去看这个project 到时见 不要错过 3 5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